瑞瑞湘公所年度最后一场特展丰盛的餐桌 瑞瑞湘原住民寄于饮食文化特展 因为秦美文物馆被0918地震重创毁损封馆 移失到武贺原民产业馆举办 湘公所也举行了开幕仪式现场灌溉云局 2 1 预祝活动圆满成功 与会嘉宾和乡长程敬光共同 为今年度秦美文物馆最后一场的展览 Gatufahai丰盛的餐桌 瑞瑞湘原住民寄于饮食文化特展开幕 然而不同的是这一次展场是从秦美 移失到武贺原创馆内嘴办 现场灌溉云局 是因为我们的文物馆受创 所以在这里策展 不过它应该不是只有这个功能 它只是短暂性的 期望新的团队能够更加的努力 南区的部分我们野菜的风味餐厅是 感觉数量是不多 我们是可以来好好的来发展 来鼓励我们年轻人来推广这一块 然后结合我们的部落小旅行 还有结合我们在地的农特产品一起来推广 我想未来会一个非常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会很吸引人家 0918强镇重创的秦美文物馆化危机为转机 首度与武贺原创馆结合办理 今天以祭典的饮食为主题 呈现各个部落记忆饮食特色与文化意涵 可以来到我们自己的故乡里面 就是说体验一下我们有这么多美食 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呈现 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大家的参与 不论是捕鱼记训练部落年龄阶层的石头火锅石煮法 教导长幼有序的精神 冬年记鲜肉模糊汤锻炼勇气 还是萨吉拉雅捕鸟记的小鸟绿豆汤 传承守护土地关怀自然的文化 每一道记忆饮食都蕴含部落共享与感恩的文化味道 值得大众前来参观 记者是玉兰瑞士采访报道